好,現在開了 好,玩具TV第十二季第四集 第四節 第三集,第四集 第四集,你好 考我,我記性這麼好 有來高達Obo雲的時間了,MSV 今天很多高達 對,相對來說比較多 剛才看完垃圾之後 介紹一下高質的東西給大家 這個真心正 起碼便宜,一件買幾件 不是說價錢的,我一向說質素而已 但也有些比較 這隻叫做雷射大炮,不知是重型嗎? 不知是怎樣,中文 CANON HEALTHY CUSTOM 雷射大炮改 很露形狂四郎那些上色 其實根本是一樣 不是說卡通是一樣 其實這隻我沒什麼印象 我一般都覺得它鮮色 擺上陳列架會好看 因為MSV的陳列架通常很沉色 突然之間有個鮮藍色 雷,沙漠色 突然之間這隻藍色 鬥起陳列架的顏色 顏色比較好看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說漫具 我會說顏色 其實是因為它是家裡裝飾的一部份 好了,這隻 首先 外形就是一個雷射大炮的主體 但是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它和一隻雷射大炮 其實都有很多地方有分別 其實某程路上是新模 我們先插個背包 插了再說有什麼特別的背包 插了先 德哥是否在找這隻雷射大炮 有什麼典故 其實沒什麼特別典故 本身如果大家都 一些老一輩的高達迷 其實如果有看MSV 都有看過這隻的設定 也是那句 其實本身見到Bandau 說出這隻 跟Canon Healthy Custom的時候 都會知道 將會出了RX774 這件事不可能 因為本身只是換了頭 改一改顏色 然後又可以雲限 其實我看到兩隻的構造 除了背包 就是用來背包 待會再說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的胸口 去到小腹中間的位置 當然它本身的設計是不同的 但其實構造上 亦是不錯的 因為這隻雷射大炮 舊的那隻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胸口和胸口的 縫隙很大 而且當你動完它之後 它又不懂得彈上來 它是凹了下去的 這是設計上一個小小的缺點 這隻就不會了 因為它這件的部件是比較大 是在外面的 它是這樣的連動的 就會移動出來 但是它拉回一隻的時候 它自己會移動進去 這個就 無論你玩的時候 那個脆味 以及實際上用起來 它真的 真的 對 觀感上是很好的 玩起來都覺得 真的好像有些機械感 那樣 上色方面 這隻的上色 它本身的藍色膠 都是偏雅的 都算是不錯的 你看到它不會感覺到很膠 它的灰色真的很膠 但是藍色看上去順眼 還有黃色的位置 我這樣看上色都很準 沒有說出過界 好像很隨便 那樣 它的觀景器是呈金色的 這裏真正 好漂亮 都挺漂亮的 好漂亮 那頭 一樣的 一樣的 除了頭之外 很多地方都不同 對 還有它的炮嘴 裡面是油了紅色的 都挺細緻的 其他的情況 跟舊的應該差不多 可動性 都不多介紹了 很棒 借錯位 做完 對 我覺得這個 最有趣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麼大的 裡面多了一個花紋 算了 很漂亮 好過看到洞 你看 Anime 真的很棒 是很棒的 你看這個 哇 這個貼地 你看這個貼地 你喜歡它怎樣都可以 可以做這個 睡地的姿勢 方便 好 其次 那時是不是SATA 那時是打茶布羅 那時有沒有出過 我沒有記得 嘩 SATA 那時是打茶布羅 真的不記得 這些要回去煮一下 那時我記得 AdSAR 就肯定有 好像都有 我真的要承認 我對這個設定的印象 不是很深 這個設定的印象 看看它特別的背包 除了那支炮 它支炮也是不同的 好像R德國所說 灰色的部件 就好像是較低 顏色和質地 如果你有一點滲鮮 都可以把它補救一下 那我背包了 很大的背包 大型化了很多 始終都是叫做 雷石大炮的改良型 變成在這個 葵行武裝那邊 都會經過比較大的強化 所以變成 初初的設計理念 都是想 看看會不會可以 撇除了中距離支援 而可以獨立戰鬥的方向模式 朝著這個方向去 雖然失敗了 但是本身 它的主炮位 那個反動性 和之前被刀 改良了之餘 推進性也比較好 裝甲當然 叫得Healthy Custom 當然是再重 賽重型 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除了這兩支炮之外 也有東西玩的 我們先拆掉這兩支炮 所以多一句 為何它出得RX773 三層一定會出RX774 跟Canon 2就是這個意思 觀眾說可不可以睡地來看看 好 轉頭 睡地 是 十匹 這樣的可動性 行不行 兩個老花很難教 我們先看看配件 手掌 我們就這樣看 都有八隻 幾個睡地手掌 好 好 好 這個不錯 這個是給你裝修了 這個系列的一隻都有 另外有些效果件 有兩個小的噴射器效果 兩個大一點的 這個應該是一個炮 有一個士啤的角 也是雷石打八支槍 這支槍應該跟舊那支是一樣的 跟舊那支是 除了顏色有些不同 這支槍就跟舊那支是一樣的 這支槍就 有觀眾說他這個 只是 得策畫 不知道他MSV Johnny Riddens 在拉頓的回歸之後 會不會出 Johnny Riddens 本身 如果你說回這套書 我自己就覺得 不會再怎麼看見 雷世大炮的身影 因為大家留意 本身雷世大炮 他那個作戰 那個用途 跟你現在那個超展開 奇美拉隊 他不可能會再出這些小桌子 被人打 我想你要找些東西佔高 佔高 斜一點 斜一點 對,很難 現在向地 或者你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其實他是 這樣一支炮 就可以 對 本身始終 炮口 他有這麼一場 你會頂著背包 就是極限 還有 又浪費故事 多一點 大家都見到 Johnny Riddens 之回歸的劇情 即是峰迴路轉 而這個 紅色疾電 也終於 再次駕駛 這個MS-14B 還要是雷格魯哥的變種 這個我覺得 九成九九九九九九 是會出模型的 這個就是拭目以待 再說一句 再說一句 這個炮 其實也沒什麼要說 這裡似乎是轉得 但這隻灰色真是紅膠 是啊 要加上去紅膠 不過你做了很多功夫 對 用這個來做比較 真的好像 其實也不是很多功夫 你加一點滲線 你的灰色也不膠 這隻本身的灰色是比較深層的 所以變成了一個感覺 它的紫灰色是比較好看的 這次用這隻灰色 可能會配上藍色 這隻灰色是有一點點訊息的 但怎樣也好 本身我自己覺得 這隻的質素是高的 高的 很好玩 這隻很扭 除了它的灰色之外 其實整隻灰色 我的感覺都覺得挺好 特別是它的觀景器 金色和黃色 藍色 這個感覺是非常好 很少見到鋰石大炮這樣 是 看看下一隻RX774 什麼時候出 可以嗎 加上去做效果 看看 行不行 試一下 好像不夠寬 這個鉗 未必 這個台座是可以的 那就加上去噴射器 噴射效果 哇 原來 喂 很開心 不過你只有一顆 只有一顆 不是嗎 左腰有一個類似 是 流 是 是 只能飛出來的 不過只有一顆 也好 不過大家小心會不見 一顆而已 沒有意思給你 是啊 我不想 沒有 你也要有一顆 一顆給你 哈哈 好了 加上噴射器 看看這個 有兩顆小 這個應該是給背包用 大背包 小就有腳板 小就有腳板 看看這個 這個台座 能否撐得起 行不行 應該要四顆 沒有啦 夠了 然後可以 他也好看的 手也有 嘩 可以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嗎 可以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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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其他 遲些出的專用Effect 我設定很棒 他在打仗的感覺 夠力嗎 夠了 好的 夠了 應該夠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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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座有沒有牌子 不爭和他銷售賣 有 有 Flex Flex 是甚麼 是 上次我們介紹過 好像聲戰的 Flex Hobby 好 是這個 現在有明賣廣告的 Flex Hobby 本身出了這個台座套 主要是用來給 1比12 或者Robot Hamashi 一、二、三、四 四截備 坦白說 如果真的要放些重的東西 我強烈建議你 在旁邊的位置 上10顆螺絲 因為我們現在還未經調教 但還好 還未經調教的情況下 都沒有 因為這隻東西都比較重 本身會見到很多孔位 可以讓你不同的地方插 也可以買多兩匹 增加它的台座尺寸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它比平常的資格多了一折 是的 這樣就可以做到 飛得高一點 因為平常的通常只有兩折 腳掌也有點不一樣 而且都是那句 這隻雷射大炮 都真是真心正 跟剛才那隻 這個真的沒有後悔 沒錯 這些錢就給得舒服了 你都說了 一件買幾件 又不可以這樣給的 但你一件買幾件 一件那些 你老年的價錢 你寄出這些垃圾 好了 圈了圈了 下一隻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好 下一隻 到你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開不開 沒所謂 那些開不開 沒有什麼可以說 這個說 又是少了 我們說這些 算了 我以為一盒有六的 我以為就是八個 正在準備的時候 剛才我們介紹的台座 真的不是這樣過來 有些人會問多少錢 48塊 可以拍一拍 這個 對 就是這個 之前這家公司出過 我們也介紹過 這些好像基地 一層一層 都是很合適的 大家有興趣就上網 看看哪裏買樓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間長時間 介紹這個 因為真的可以幾秒搞定 好 叮 剛剛這個 P Bandai 就送了這一套 HG Ultraman Z1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有型的 三個主體 太郎 Youta Lamang 以及7V7.5 誰不知 當我打開 很高質素 是啊 真是很高質素 不過 我自己看漏了 HG扭蛋 我訂的時候 以為是發光系列 我就復了 幾個水 買三隻蛋 值不值呢 是高質的 但是這樣的價錢 買不買得過 你們自己想想 這個主要是